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好我是张婉如 已经是早晨的7点36分42秒了 不知道你起床了没有啊 赶快起床 我们接下来是重要的健康讯息要告诉你哦 是真的很实用的一个健康单元 我们在今天要先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 是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营养师郑欣怡 营养师你早 好各位听众早 我是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营养师欣怡 好的这个在这个 欣怡开始接受访问之前 我们要告诉大家三个字 也许你所在地 你不知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 叫做幸福肥 幸福就幸福 干嘛跟肥扯上关系 我们常常说结过婚以后 或者说你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之后 怎么好像看起来 脸色风鱼了一些 脸变圆了哦 或者说你怎么变胖了 其实呢 这可能就是因为谈了恋爱 或者说沉醉在幸福里面 不知不觉的你就吃多了喝多了 可是呢 吃多了喝多了 体重上升了 脸变圆了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呢 对啊 营养师 我觉得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很多男人结婚之后就会变肥啊 这是有什么原因的呢 好的 其实的话呢 我们有做过特别做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调查 那有发现呢 在台湾呢 我们有七成三的民众的话呢 还有伴侣跟情侣之后呢 他的体重可能就增加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调查发现可能是因为 结婚或交往之后 外食的频率增加了 变多了 所以的话呢 约会选择的呢 可能都是一些高油 高热量的一些餐点 那我们约会的方式呢 大部分也都是一些 吃喝娱乐的方式 但是我们可能都会一起吃饭啊 对 找一些浪漫的餐厅 吃个饭下午茶 这是必备的哦 好 就所以 因为饮食改变了 所以让这个情侣 伴侣之间变肥变胖 是因为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看到昨天台湾癌症基金会 也发布了一个记者会 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幸福肥啊 那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应该这么问 你要幸福还是要肥 其实的话呢 这也是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 特别推出的 可以让你幸福 又不要让你肥的一个方法 赶快说 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的话 有三个方法 三个小秘诀 那第一个秘诀的话呢 就是让你选对食物 让你吃越多 瘦越多 那可能就是吃外食的时候呢 像我们发现说 如果说常吃的意大利面 那我们就尽量不要选择 热量比较高的 像是焗烤白酱 或者是青酱类 我们可以选择 青草的意大利面 青草的意大利面 再举个例子 像是 像如果说我们焗烤白酱培根的话 那么它一份的话 可能就有九百大卡 那我们青草的鲜锅意大利面的话呢 或者是青草的一些鸡肉意大利面 它的热量大概只有四百卡 所以的话这两道的话 就可以节省五百大卡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不但爱吃白酱 我更爱焗烤白酱 热量超高爆表的 难怪 难怪夏之平毕生的直质就是减肥 接下来请继续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像刚刚主持人有说 比较喜欢吃焗烤白酱的话 那我们也建立情侣的话呢 可以自己动手做 那动手做的话 外面的白酱可能都是鲜奶油 那我们就可以用鲜奶来取代 那外面的白酱的话 可能就是奶油 那我们也可以加橄榄油来取代 这样热量就会减少 那第二个的秘诀的话呢 可能就是亲爱的 我把运动变有趣了 那以前的话呢 我们可能在外面吃饭的话呢 我们可能消耗的热量 可能就零大卡 那如果说情侣自己在家 动手做的话呢 不但可以让感情加温 那也可以消耗150大卡的热量 那在外面看电影的话呢 可能就是只是一般的看电影 如果在家里看DVD 然后看电影 还顺便抬腿的话 那么两个人的话呢 就可以消耗240卡的热量 等一下 这个我需要你解释一下 那样是 你是说一边看电影 一边运动 就是边角度一个 额外再多一个抬腿的动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 你热量的一个消耗 哦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食物上 情侣边看电影 不太可能边运动 边抬腿 可能是两个人是抱在一起 不会动的 没有啦 刚营养师的意思是说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做这个食物 一起做菜 下厨去做菜 对不对 可能呢 这个走来走去 这个动刀 动铲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消耗热量 然后看电视的时候 一起看电视 或是在家里边看DVD 看这个电影台的电影的时候 一边看嘛 这个 当然 也可以稍微把脚抬一抬 对不对 这个 或者是也可以做一下 像昨天Ella教的一些动作 Ella教了什么 对 Ella昨天的话呢 也教了可以情侣 两个情侣之间 可以一起做深蹲的一个动作 深蹲 对 深蹲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训练你大腿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对 也可以让你的肌肉线条变比较纤细 对 这个 这个我回去可以试试看 对 就是深蹲其实 会让你的肌耐力增加之外 你看 你要站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 如果你不是常常做这个运动 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很吃力 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灰心 这其实练久了 就愿意开始练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肌耐力慢慢的增加 一次一次的增加 你就会有信心了 不过 营养师 就有些女孩子啊 刚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要比较熟女啊 其实像这样子的运动啊 比较不好意思 在男性朋友前面住啊 会不会呢 所以 当然两个人呢 刚约会一定选择比较静态的一些模式嘛 对的 没有错 如果比较静态的模式呢 像是女生 可能有时候会到公园散步 那如果说我们改成 哎 两人牵手 然后在公园 加快速度一点的话呢 变成快种 这样的话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热量的消耗 那这样的话 女生的话 最喜欢的就是逛街啦 那逛街的话呢 拉男朋友去逛街 对 没有错 只要多提一个众物的话呢 其实的话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热量的一个消耗 讲到这一点 讲到这一点 我呼吁天底下的男性朋友们 你一定要跟着女朋友去逛街 或跟着老朋友去逛街 这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 但最重要目的是因为 你要防止他买了太多东西 你要及时帮他踩刹车 你就跟老婆说 老婆 你已经买很多了 那这个荷包受不了了 要不然就说 我提的好重啊 你就少买一点吧 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这样好不好 我以为男生要陪女性逛街的时候 是因为帮女生拿东西 你想太多 买这么多 一定要有一个人帮忙抬 你想太多 没有这个 营养师你光听到我们两个在斗嘴 这个继续继续 抱歉 其实的话呢 男生陪女生逛街的话 其实是女生要帮男生训练 他二头肌的极耐力 我懂你的意思 我们是有目的的 好吗 你看营养师多了解我们 男人争命苦 好 那在这个 这一块还有没有哪一些地方 要提醒大家的呢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可能就是我们也一直在推广的说 可能可以免费的做 试癌的筛检 那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一直在宣导 像Ella这次也是担任我们的防癌大使 就是因为他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健康的形象 那我们也建议大家也要挤得做防癌的筛检 那现在政府的话呢 一直在推动的可能就是像我们的乳癌 子宫颈癌 口腔癌 还有大肠癌 这些的话都可以做免费的一个筛检检查 就是到各诊所 如果有一些相关设备也就可以做了 只要拿你的健保卡就免费做吗 对没有错 只要的话它符合年龄层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 那我们在各大医院的话呢 都可以做免费的一个筛检 像是大肠癌的话 就是两年就可以做免费做一次 口腔癌也是 乳癌也是 那子宫颈癌的话 假如是30岁以上的妇女 就可以每年做一次 那男生的呢 男生的话 最主要的话可以做大肠癌 还有口腔癌 如果说有抽烟的民众的话 我听说这个嚼槟榔的也要多多注意 对没有错 就口腔癌的高危险群 好我们在此刻为大家访问 是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营养师 郑欣怡 请欣怡来跟听众朋友说呢 这个幸福肥啊 要幸福不要肥啊 当然刚刚谈到这个阶段 营养师也说到癌症的问题 台湾的癌症真的是 离癌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我们看总是看到说 这个癌症时间又 时钟又拨快了 好像说这个几分钟就会有一个 一个离癌的个案出现 最重要是我记得我这一阵子 经常有志评的朋友告诉我说 在台湾的每四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现在癌症实在比例太高了 怎么会这么多 就是因为饮食吗 癌症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的 像我们现在的话 有发现五分十八秒 就有一个人被诊断为癌症 那跟十年前比的话呢 我们癌症的时钟 等于就是加快了一点五倍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离癌呢 就是主要的话 也是跟肥胖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那其实有研究发现说 肥胖或者是体重过重的人 跟体重正常者相比的话 它的离癌风险都是有相对的增加 所以肥一定不是幸福 对不对 我们谈谈这个刚刚所说的话题 两个人在一起 体重直线上升 但是对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罹患癌症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说你不好好去 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的话 除了有病上升之外 其实真的体态不好 可能对方就是老婆 或者是对方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是先生 可能会觉得 怎么结婚前你都不是这个样子 结婚以后你一下子就不像吹气球一样 可能生活情绪上也不好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蛮棒的是我们的音控制阿凯歌 我看他结婚前后都没什么变 对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请阿凯现身 不过我知道阿凯 帮我们准备了一首歌 天哪 他刚刚在透过耳机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们今天叫什么 因为从头到尾 这个我们的这个营养师告诉我们 其实总共好像是归纳一下 好像有五种五种很重要的工 这个这个工法 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是昨天正好 台湾癌症基金会告诉我们的全民来练武功 我们也愿意在最后这段时间 再请音乐声当中 请营养师告诉我们 归纳一下这五种方法好不好 好 其实的话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呢 推的这五公呢 最主要就是蔬果彩虹579 那过去的话呢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吃越深色的青菜越好 其实现在这已经慢慢的被推翻了 都建议要吃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 因为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 就含不同颜色的抗氧化物 像是红色的话呢 可能就有β葫芦菠素跟纤红素 那紫色的话呢 可能就含有花青素 绿色的话可能含有叶绿素 所以要吃不同颜色的蔬菜蔬果 然后帮助我们抗氧化能力 都有它的功效 对没有错 那工法二的话呢 就是要规律的运动 那建议的话 每周可以运动三次 然后每次30分钟 对那第三个工法 可能就是我们的体重控制啦 建议我们的bmi身体质量指数 可以在18.5到24之间 那更重要的就是腰围 男生的腰围可以90公分以内 那女生的话可以80公分以内 那第四个工法的话呢 就是要建议可以远离我们的烟冰 香烟还有槟榔 那第五个工法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一定要定期的做筛检 妨碍这个筛检工作 所以总共归纳一下 有武功哦 那阿凯哥今天要送给我们大家一首歌 叫做什么 全民练武功 练武功 我们也非常谢谢台湾癌症基金会的营养师 郑馨仪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营养师 谢谢 谢谢